王一博可以说是如今娱乐圈顶流明星,拥有30多个代言加深,所代言品牌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,代言的品牌虽然没有高奢,但也算接地气,能够让大多数人买得起。 除了代言,戏约更是不断,虽然去年两部剧口碑一般,但在粉丝的推广下,也有着不错的收视率,但对于多数人来说,印象最深的,还是蓝忘机。 2019年,王一博凭借着陈情令中的蓝忘机一决迅速走红,从娱乐圈的小透明,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明星。 近日,有网友发文称,王一博凭借着蓝忘机,当选全球最贴合角色,而且在榜上位居第十名,可却有网友质疑这个榜单的真实性。 当然,并不是说这个榜单是假的,而是对王一博的入围提出了质疑,不得不说,网友都是带着显微镜看各种新闻。 在网友的身巴下,终于发现,他到底入围了什么榜单,其实,网友质疑也是有原因的,外国人对各种奖项的评判标准是很高的。 所以,他能够打败小李子的几率微乎其微,当然不是质疑王一博演技不行,而是资历尚浅的他,以及人们对于他演技的评价。 远不如对小李子等人评价高,在网友的身巴下发现,关于蓝忘机评价的那一条,只是路人自己的评论。 也就是说,路人觉得王一博饰演的蓝忘机贴合角色,并非网友所说的入围Top10,而且发表评论的海外粉丝个人首页只有两个帖子,所以发表此评论的人没有任何的权威性,更谈不上入围榜单第10名。 对此,网友纷纷表示,一个路人个人的提名,就被粉丝们当保一样,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怜。 只不过,海外粉丝在论坛下夸奖了一句,便被截图成获得国外大奖,如此夸大多少不太好吧。 所以,下次粉丝宣传的时候,还是要多加注意,毕竟消耗的是王一博的路人员,不管怎么说,希望王一博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,冰与火能够尽快和大家见面,风起洛阳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王一博,相信24岁的王一博,未来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